NB大雄 JAPANDA MACH BEAR JAPANDA KRONIKO 嘿我是NB大雄MACH BEAR 今天要開箱的呢就是KRONIKO 其實我都是叫他KRONIKO 可是呢有人就是跟我說他要叫做KRONOS 我個人都是認為啦 反正聽得懂就好囉 KRONIKO KRONIKO 對啊只要叫大家都聽得懂不就好了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好期待喔綠綠的 好霸氣的包裝啊 超帥的 是沒錯啦它上面是寫KRONOS KRONIKO 綠的好帥啊 這個綠色的金屬 這個綠色的金屬漆 我剛才很講成金屬區 這個金屬漆啊 上的好棒喔 果然SHF很厲害就是很會上金屬漆 哇喔 這個發色好美啊 這個披風呢 整塊都是塑膠的 之前呢網路上呢就已經很多人在賣他的不值的披風了 但我覺得就這樣吧 卡可洞就讓他卡吧 也只能這樣了 雖然是沒錯 它也沒有在用什麼KRONIKO 所以不需要 太大需要T 可是有的時候還是會想要擺那種帥帥的POSE 或者是把披風往後面放 You know 就是放後面 就讓它很帥 讓它往後飄 這個做不到耶 So sad 而且我覺得如果用力掰的話 可能會斷掉 哇 這裡超慘的 不過 上色跟刻線 還有各個顏色的表現都還蠻好的 細緻的地方也上得不錯 不過大全有一個要詬病的點 是 SHF他常常就是在做 假面騎士的時候會在修正 他有時候真的修得還蠻不錯 可是這隻的修正呢 讓大雄超級詬病的地方就是這裡 他的頭 他把這兩根啊 修得太開了 變得超級奇怪 就是他在劇中呢 是比較 就是有點像皇冠 這樣往上面插而已 他這一隻呢 不知道為什麼要把他插那麼開 那我不能接受啊 不然這隻很帥的說 獰� 小灘 不然平均可動 converter 不過可動還算OK 那我們看下肩膀吧 最怕是這塊的肩膀 它的肩胛會卡到可動 來囉 還不錯耶 它肩膀那麼大一塊 居然可以到平均90度 有認真做嘛 這一隻 然後肩膀的可動呢 奇怪它肩膀可動那麼低 可是其實可以彈很高耶 好意外喔 超詭異的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它這個有做二重關節就是可以往內壓的 然後往外拉的 內壓式的 這一塊做得不錯 我喜歡這種關節因為這種關節都可以讓可動再提升蠻多的 像原本如果說這樣子 壓進去的話頂多胸口就這樣 可是如果說它可以再拉開 再往前的話 就可以做到就是再往內一點點 畫到另外一邊快到接近另外一邊的手這樣 還不錯比較接近人的可動度 腳呢 嗯 腰是不錯 腰這裡不錯 腰可以這樣 腳呢就 You know 腳有點 哼 哼 所以這個屁風 整個完全的卡住了 很卡 卡爆的狀態 超慘的 它這一隻超級討喜的地方就是 它有給了一個 Kuronic 玩家腰帶 這是那個 XZ他們在變身的時候的玩家腰帶 因為呢 那個Kuronic 他之前一開始變身的時候呢 都是使用這種 就是病毒 這算病毒腰帶嗎 就是 會出色病毒在別人身上的 這種腰帶 然後上面這個卡夾呢 應該也是可以把 對沒有錯就是半截 哈哈哈哈 呵呵呵 我已經不想講 這個永遠都是半截 所以呢這邊也有兩個半截的卡帶 喔可以就這樣半截拔起來 再把這個半截插到側面這裡 半截招 呵呵呵 都只有半截 呵呵呵 有看到 呵呵呵 面白 呵呵呵呵 那個這裡呢 喔喔喔喔 有有有 它有還原出可以把它給合上 喔喔喔喔 它腰帶算蠻認真的耶 它裡面這裡呢 細部它有把那個 Kuronicu的變身的那個圖案做出來 這真的比死亡真的是用心太多了吧 死亡在衝殺 死亡就裡面就長這樣 XJ 看這裡這裡也有耶 真的是 S H 欸 你們在衝殺 小 屁掉罵髒話 衝他小 我們來看一下說明書好了 因為我需要把它的腰帶換上去的話 我看一下要換 わかりました 就是這裡 要把它給 取壓力好大 啊我看到它開開的地方了 這裡這裡 它這裡已經有點開了 它BOG的一聲打開了 然後 病毒腰帶就噴走了 我們剛好順便可以看一下這邊的 可動關節是怎麼做的 它的那個腰帶 跟各位說 就是 我一直要強調的就是呢 如果說 可動會有奇怪奇怪 或者是說 可動會有不順啊 那 都請 去買 這個 細油 回來點在關節的地方呢 轉一轉它就會奇怪奇怪 就會不見 不過呢也要注意就是 不要點的太多 因為 點的太多呢 就會腳軟然後彈在地上 我變老江湖喔 OK 大熊小心的 點了細油之後 把這種 圓圈圈圈關節的地方呢 給 拆開了 帥氣度呢我覺得一定會下降超多 雖然可動度拉得很高 來換一下腰帶好了 撒了披風整個造型感差超多耶 撒了披風整個就像那個 苦龍尼苦臉的 GAME 只要把這顆頭拔掉就直接變GAME了 披風是必要的東西啊 一拆掉整個就是 質感差超多的 不過可動變超好耶 你們看這麼棒的可動 還可以高腳踢到這邊耶 這種程度耶 離不離奇意不意外 超炫炮的 這隻注定就是可動沒有了 這隻呢造型感超好的 我很喜歡 而且他的那個眼睛裡面 他是用那個 透明的眼睛的零件 然後裡面呢 再上一層金屬貼紙 所以那個透光出來還不錯 可惜的是其實他也可以在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那個 XZ的那個 褲子的分線 其實在這邊可以再做一個切線的話 可動度就會拉很高 然後就可以這樣轉動 有點像真骨掉做完 不過呢畢竟他還是得跟真骨掉做一個區別嘛 所以呢 他的切線目前就大概只能做在大雄這樣子 這個地方 不過這樣子對於可動已經算是一個還蠻大還不錯的做法了 肩膀呢這邊有擋住 所以呢這邊的這一條線呢不會太醜 就是不會跑出來 就是可以擋得還蠻不錯的 等一下呢大雄就會把他拔好 然後呢放上展示台 讓大家看一下他的動作 然後他的造型 然後以及他 細緻的部分讓大家看一下囉 今天影片還喜歡嗎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大熊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如果你幫大熊訂閱的話 你就是大熊的朋友啦 如果想跟大熊聊聊天啊 說說話啊 或者是想跟大熊討論一下 XZ裡面的角色你最喜歡誰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都會回應你的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